瞧小胖,你的快递,上班时间搞什么鬼,还想不想干了,扣工资十块,我尼玛,哪里来的快递我也不知道,再说收个快递怎么了,双十一你没剁手怎么着,哼,不惜的跟你计较,还是看看到底谁给我寄了快递 小盒子还挺精致,我这是被谁店寄上了吗,还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打开看看,好像是条项链 但是只有项链绳啊 这是一把刀,跟我的刀套挺像啊 哇,刀锋挺闪啊,但是这项链绳配刀是什么操作,锈拨刀工 瞧小胖,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赶紧滚过来接单,好好给我招待今天的客人,搞砸了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整天就知道避避避,客人想吃辣条,有本事你来做呀,还不是要靠我,哼 老黑家二毛钱买的新鲜腐竹,也可以干腐竹用水泡发 然后用用我新赚的小块刀,还挺锋利的,把腐竹切成小段 送我刀的人你在吗,我要送你一根辣条吃 腐竹切好了,再来揪两颗小米辣 小米辣切成小碎末 这小刀用起来真快 我瞧小胖距离厨绳又进了一步,拿个青花瓷盘子 把切好的小米辣装进去,红通通的真诱人呀 再拿几颗蒜 用用我刚天的新家当,搅成蒜末 再拿一个小菜碟 把搅好的蒜末倒进去 准备一碗花椒 一碗辣椒面 再来点生抽 材料准备齐了 上灶 起锅点火 锅热倒油,多倒点 油温五成热,开始放腐竹 翻摆下位置 一面煎至金黄捞出 翻转个头再煎另一面 两面都煎黄之后 火太大,差点糊了 赶紧捞出来 喜欢吃有嚼劲的 可以再煎黄一点 现在的口感是那种比较Q弹的 锅里再倒点油 倒入花椒 辣椒面 小米辣 蒜末 搅合搅合 最后加点生抽 妈呀,吓死我了 最后倒入腐竹 加两秒子山泉水 盖上锅盖收收汁 撒点孜然粉 再撒点盐 搅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真香啊 想吃的评论区抠我最有钱 马上给你们送辣条 馋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准备三个辣条包装盒 把辣条装进去 赶紧给客人送去 剩下的回来都是我的 哈哈 客官,您的辣条 请慢用 看起来还不错 我尝尝味道怎么样 太辣了 太辣了 什么鬼 这么辣是想把我辣死吗 辣条不辣 能叫辣条吗 我真是太难了 客观消消气 这是本店送你的啤酒 喝口啤酒就不辣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